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个网向快步 今天六节目是2019年11月9日 这里有我在纽西兰的热德台 另外也在澳洲真BC 你好,大家好 台湾许柳先生 大家好 每个都学习了,何先生 这样打招呼 节目之前,刚听就给个赞 最好分享给朋友 最重要就是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一按旁边的钟仔 有新节目就会通知你 继续装大中立模式的力量 和孙阳理性的声音 何先生是指何鸿燊先生 他是我的偶像 所以我学他 学他 不好意思 很多学生的,大家不要想象太多 或者不要对号入座 不要太多阴谋论 何鸿燊先生是我的偶像 好了 大家来到了,这个推理剧场 时辰到第二 大家就应该帮他们对号入座 他们自己不肯入座 我们就拉他进去 有六个或七个 七个已经上了这个不生路 大家一起留言都可以说一下 那我们今早就再看新闻 新闻要再看整个事情 究竟如何发展 这七个上了不生路的 就看到呢 有叫做朱凯迪 在咪兜前说了两句 那他本身呢 他黑黑面和苦瓜干的样子 就看不出他究竟是 怎么想的 看不穿 看到呢 又没有什么文宣出来支持他们 会不会有些奇怪呢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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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有些古怪 刚刚说有些古怪的时候 诶 不要紧 诶 诶 去刘先生 刚才你说这句话的时候 这位滴滴 滴滴仔 人青 其实他有洗头 最近都算均淨了 其实为什么他没有什么反应呢 难道他是背后的什么 或者他们今天赶着去哪里 大家有没有想到他们会去哪里 诶 诶 其实我这样看呢 会不会是其实他们都是面磨心不磨的 这个就是其一 那 那 说明这个叫八香朱凯迪 是不是 他都是在乡郊住 我想他的人可能有少少都有迷信 会不会他今天呢 就去了何君堯的父母的坟前谷谷公呢 第一 记得何君堯那时候说过的 你会不会去我的父母的坟前谷谷公呢 那一条就是生路 一条就是不生路 那如果他没扣过头 那就上了不生路 会不会 郭佳琪就说 咦 那那晚那天 那天也没扣过头 接着可能 三白眼就说 这次我不是三白眼了 我是反白眼 是 其实我觉得 这件事都挺奇怪 应该是 正路来说应该是 就是说到含含声 又出来了 扮了死老爸 应该都是 是啊 应该说 没有他打压 那些 应该就是 毛孟静那些 会施展他的绝招 倒果为因 但又没有啊 禁正呢 其实每个人都怕拿屎上身 真心说过 都怕拿屎上身 所以笑出声 因为怕提醒那些人 哎 捉他 捉他 我没见过毛孟静禁正 我经常跟我的名字是相反的 最吵 陈淑庄 那些 那些 又没有出声 咦 好奇怪 我都在想一件事 他们会不会怕有第二波呢 嗯 嗯 他会不会是 会不会怕 搞那件事呢 又或者会怕 引到 所谓的手足 真是会 会撕掉警察局呢 因为之前不是没试过的 打围警哥哥敢死的 哇 这次没有啊 警员 其实我觉得是 好像我刚才说 我怕怕发大了 之后呢 又捉多两件 好像超过不知几多个月 判 那又没有 没得再选 害怕的 真心说 那些人都是为了选 什么都为了选 那现在他就劣了 是吧 哈哈哈 又没有一些人呢 没有一些人 好像华记 那样 都要说一下华记 好像之前出了事 都有人用声势力揭的 是不是 那搞大件事 就是更加糟糕 那现在他们不想搞大 就是这样 我想 泛民是不是学了这个 可能有听他的节目 应该听我们 应该听了我们 我想不是他 听到他这个反面教材 听到他这个反面教材 整套都听了 现在是七兜油 送了进去 那大家会觉得 还有其他 有新人要上路 应该就来着了 大家在看 磨刀霍霍 就在看 下星期一 首先就是彩虹战士 陈之泉 首先就是 不好意思 我掩飾很开心的情绪 第一个被提堂 彩虹战士 哇 正 提堂 真的要学一学 送个彩虹小马蛋糕给他 彩虹小马蛋糕 美心好像有个 面团是白色的 你切出来 里面是彩虹的蛋糕 哦 那就对他 写着陈志全 写着 那些年年有今日 上面做那些用焦糖做的棍子 希望他有机会保释出来吃 应该也能保释到的 如果有第二波的话 他们是怕驱选 会影响他们驱选 还是影响他们什么呢 是不是这班第二波 可能预备 有机会 会被拘捕的人 会不会今天这几天 比较静一点 留在家 快点把自己的手机 电脑里面 全部禁止 全部禁止 是呀 Telegram 快点禁止他 或者跟那些叫做 Telegram的人 unfriend他们 是不是 手足 直接告发他 看到一些不对路的说话 告发他 我告他 不关我事的 我跟他 我不认识他 那我们可以说一下 那接下来 大家猜一下 如果真的有第二波的话 有哪一个是大热呢 一起跟着上路 踏肩膀 一起上路 大热 ichelegram 大家先抽一口 郭佳琪遑 Word 郭佳琪 都刚刚放出的 还在这几天 他避开了 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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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温光 郭佣 她很小 我见过他在暴动的时候,站到最前就学一下许智峰,跟警察理论 是不是用英文?不是 他经常说英文比何君尧好 但那些暴徒不会听 我自己提醒,大热应该是许智峰 大家回想一下,那次许智峰开会议,许智峰开会议 大家有没有印象,许智峰是抢手机的 好像有抢 有啊,一声抢了,很厉害 目前已经有一宗案件在身上了,可能又要再拘捕一次 那个是叫做女EO那宗案件 好像是换型 那宗案件已经完了 但他已经是惯犯 如果这次石禮謙这宗案件,被人又抢手机又再告一次 利答利就相当和美,许智峰准备 所以未到8月15都会判定,8月15就会判定 好像区块链之前已经有了 区块链之前已经有了 区块链第一波已经捉了 区块链我们再说一次,许智峰重复池 人家不知我们讲哪个 欧乐轩,这个也挺惨 除了我们说他是烂泥之外,附不上壁 他被DQ完之后还要被伸多两脚 没有了立法会的言份工 这个哭康说自己会继续服务社会 他可以在监狱里弄牢、帮忙修复这些 都可以继续服务社会 你知道刚才想起一首歌 《谁人逼我,屈我,欲我》 那个歌是叫什么歌? 世不低头 不要说这些 我忘记哪一套,是不是钉鞋? 大时代 后来在监仓厕所拿马桶那条 炆葱水的绳子 做些什么就不要了 大家不要了 还想说一下,除了叫做大搜捕 这个叫做什么 《北生路》之后就全城为报 第二波我估计可能正在来 还有他们影响驱选 他们都不敢说太多 还有就是许智峰 不是许智峰 是另一个峰 王之峰申请离港避拒 这一单都过瘾了 这次算是插翅难途 原本打算插飞机的一队翅 想踢世界球? 没你那么容易,不让你走 跟美斯踢球? 你也是先看看自己什么级数 踢得赢 现在是去露营球场 在巴塞罗拿这个球场 都没得你去 还说踢 被人踢两脚就有 可以说一下 这三个叫做黄之峰 和林朗妍肥仔 还有这个叫做女神周庭 三个那时候说煽惑他人 就是这个包围警衆 被控这个叫做煽惑他人集结 还有组织未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罪 这个其实是保释的 之前黄之峰去了美国 唱衰香港都唱得 和何韵詩一起登台一样 原来黄之峰想离开香港多半个月 要去欧洲 这个足球欧洲片 就出席五个国家的会议会面 和发表演说 继续讲香港这个民主和人权的问题 继续想唱衰香港 但是就给法官的理由 大家猜不猜到是什么? 什么? 台阳先猜猜 不清楚 他就说 你去这些发表演说 不是那么重要 那你留在香港 不准了 法官都认为 这些唱衰香港的行为 是不重要的 所以继续留在香港 视像会议就可以了 说真的 现在就像Skype那样 我记得黄之峰上次曾经去参与一个在新加坡 我举行的一个不知什么民主论坛 都是想透过Skype的视像会议 哦 搞到人家蹲监 好像有没有蹲到呢? 有没有蹲到呢? 好像是罚款 都大获的 大获的 总之是被警察捕了 都游得震没得睡 这个是 黄之峰是一个不祥人 其实是 确实是 对 就是 就是惹火 都惹火的 你看到都很火焗的 不好意思 他是被判罚款 搞到新加坡的活动人士 我是想找他 我记得是罚款 因为好像 都孤念去初犯 罚了2万元 一万 我看回报道 一万六千人民币 都不惹小 不惹小 是不是 真是唐飞家 这个人 真是 新加坡都很好吃的 这个钱 是吧 是的 还有我可以说一下 除了黄之峰 大家想想 还有没有哪个 都会有机会上 第二波的快车 地獄快车 咖喱饭 咖喱饭 咖喱饭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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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喜忠也捉了 想到他捉了 没猛正 没理由 他捉了去 不知道他去哪里 这个 这个 崇泰呢 崇泰也捉了 好像是 没有 没有 不是 好像中了 他中了 是关于他在立法会 破坏立法会那天的案件 哦 那个 那个就是何君尧开记者招待会 就说准备会去告他 好像是 是吧 那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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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有没有 可能他在想按电脑 把他继续当计的it模式 按著電腦 高露已經中了 其實這次都算不錯了 一網成琴 最激進的 最親所謂的手足 就是他們暴徒 這些人都已經有案在身 其實還有一個 鄺俊宇,鄺神 神也要拘捕 神不用坐牢 跳一隻雞毛可以嗎? 他這麼喜歡跳 你叫他進到監倉 跟囚犯一起跳 一邊打籃球 他都喜歡打籃球 鄺俊宇可以繼續進去 如果真的有第二波 鄺俊宇也是個大熱 都相當不錯 大家如果覺得跟區選有什麼 再有什麼差勁 就想想一下 為什麼他們這麼低調呢? 這次我們還有一點時間 怎麼說呢? 其實我也想不到為什麼會這樣 就是 我是覺得應該是打籠打鼓 但是不是的 其實我想不通 其實真心說我想不通 我想不通 他們會不會 你想到就怕什麼 怕錯 就是這麼簡單 但是勇武那批 今天好像沒有什麼 對他們的聲援行動 是嗎? 還是他們不夠照呢? 就是覺得 拿他們來吹不到 吹不到雞夠響 你見今天又沒有人去 為了這幫七壯士 點蠟燭啊 其實歸根到底都是什麼 財務問題 可能真的收了水 吹不到他們 所以都不敢再出來 其實最後都是財務問題 我覺得 那找人做Banner 是吧? 弄些文宣不用錢的? 是吧 其實文宣都不便宜 是吧 是吧 而且他們現在 就是 參與選舉的人 個個都希望吹和風 大家和和氣氣 讓我先選 有什麼事 選完之後再搞過 我覺得他們是這樣的盤選 這幫有份參與選舉的人士 是呀 其實那幫泛民 他們看到 所以看到何君堯被行刺 是吧 立刻出譴責聲明 那幫有 他們都很尷尬 是吧 如果他們很大力 在罵這些事情 那對於那幫所謂 是不是還是和勇一家親 又不行 又害怕 自己 他們譴責都很衰革的 雖然第一段 一段一般就說 譴責這個 譴責暴力 希望何君堯早有康復 第二段 就說 譴責警察的暴力 是吧 萬能key 是呀 他混在一起 個個都是這樣的 譴責聲明 所以很多人 現在的寫信 下款 或者出些post的下款 最划算 都加回 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 大訴求 必一不可 最划算 就把自己的入款 集錢給自己的銀行戶口 那些 有這些 就對了 捐款給我們 請支持我們 那些 有時候去餐廳吃東西 拿張收條也有幾個字 很麻煩 這些人真是瘋了 開工就開工 傻的嗎 沒有佬的 專心做事 如果結果就像龍門餐廳 其實我不知道這是什麼 那些茶餐廳 那些 支持暴徒 這節時間差不多了 結果就碎了 好 多謝大家 拜拜